老妈的话什么意思啊? 正话还是反话? 还是故意试探我? 幸好,我没有上当。 我一定要守住秘密, 不能连累洗送。 而且我也没说谎啊, 我们确实没有在一起, 都没有表白。 那个合适的时期, 到底是什么时候呢? 你什么时候来的? 对了, 陆玉又没事吧? 没事,她已经睡了。 阿姨呢? 她还好吧? 嗯, 应该也睡了。 对不起啊, 又被你惹麻烦了。 别客气, 又不是头一回了? 对了, 陆玉又好像知道我们一起去刘婷的事了。 我之前跟她说是和肖蜜一起去的, 结果她跑去找肖蜜了。 没办法,肖蜜只能说实话了。 为什么要骗她们? 不能实话实说吗? 当然不能。 万一传出去的话, 对你不好。 而且我妈严禁我在大四前谈恋爱。 所以她不让我跟一心有太多的接触。 除了陆玉又, 刚刚那反应你也都看到了, 都气晕了。 你确定她是因为你谈恋爱才晕倒的? 对啊, 不然呢? 那看来以后我们得少来往了。 省着让阿姨生气。 那倒也不用。 只要别被她发现就行了。 展望阿姨, 等我从香港野蛮处回来, 一定是亲自登门拜访。 你听好了, 我改变不了我的身份。 它有很多的限制。 甚至会给我身边的人带来很多麻烦。 所以我很少个人来往。 除了你。 我一直没有表态, 是怕那些传言伤害倒你。 不是为了什么个人形象。 那些东西我根本不在乎。 所以, 不要再自投聪明了。 从现在开始, 如果身边有人问你, 不管她是谁, 你都可以如实地告诉她。 完全不用考虑我的感受。 需要你自己开尽球。 明白吗? 你站在那儿别动, 等我一下。 在那儿别动。 我会想起来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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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可想起来。 我会想起来。 如果你们问我的话 我要怎么回答 你就实话告诉他们 你们抱过 亲过 还睡过同一张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